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情况出现时会让您与亲人阴阳两隔? 您间有一个关于临终的说法 就是人在走之前的一天里会出现回光返照 不少人也表示自己的亲人在去世前胃口会变好 精神也恢复不少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一旦出现下面几种征兆就要小心了 多陪陪亲人吧 一人在死亡之前会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是佛教和道教的一种用语 本意是检查身心 自我反省 如今民间大部分的说法是指人在将要去世之前 突然精神状态极佳 对周边的人事物也都记得很清晰 本来脸色不好的人也变得面色红润 吃不下饭也变得胃口很好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在临终前都会有回光返照 这个现象出现 比如睡梦中嫁鹤西去 突然猝死 其实 所谓的回光返照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人在死亡之前 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加快 这是一种应激状态 身体很多器官都衰竭了 在本能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量肾上腺素释放的现象 这种现象具有抗休克 抗过敏和抗炎 抗毒和生血压的作用 也对心脏有兴奋的作用 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度过危险期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 如果要说这种现象的好处 那就是给家人时间 让大家和患者好好告别 用着最后的时间 完成患者的夙愿 二 人临终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下面我们来了解人临终前的一些表现 一 会谈远行 谈别离 说一些过去的事情 很多人在临终之前 有些人会经常把自己过去日子中的事情谈一谈 这些都是他记忆深刻的事情 在谈话过程中 一定会说到自己如果要远行了 然后一些放心不下的事情 如果自己在意的人不在场 那一定会交代周边的人 二 神志不清 有些人在临终之前 身体各种机能都会消退 比如听不清楚或者看不清楚东西 对外界的反应非常差 迷迷糊糊 好像昏睡的样子 三 身体柔软 部分老人在临终之前身体会呈现软绵绵的状态 没有力气支撑 特别是表现在脖子上 会处在一个哒啦的状态 没有办法立起来 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这个过程 有些患者在最后的时间里还算幸福 他们可能特别能睡 甚至会在睡中悄悄离去 这虽然是令人不舍的 但比起常年病痛缠身的人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四 进食 吃不下去饭 包括流制食物 腿部有积水 言语困难 这时家主就会召集族人和亲友来看最后几眼 此时 家人做好两个杂面小馒头 俗话叫打狗膜 握在老人手里 过去人穷 安葬困难 希望野兽不要吃它 五 身发烧 病人穿好兽衣 躺在堂屋当中 如果五脏好点的 熬的时间就长点 小便不能自控 面部颜色变黑 眼无光 六 指甲变黑 乡间称 这种征兆叫戴帽 食指从外往里颜色 油黄变黑 变全黑 人就死了 也许是食指连心吧 七 气跟不上 呼吸极其费力且微弱 脉搏极其弱 基本摸不得 肌肉松弛 如土尾地 此时面光发亮 所谓回光返照 此时黑气入口 鼻子变形 八 死母泪流下 人的生命走到最后 也不忘父母之恩 此时病人的肌肉松弛 面炎发亮 就是俗话说的回光返照 口角发黑 鼻子肌肉松弛而歪斜 两滴老泪从那眼角挤出 好像有许多话要说 乡间老人说 这是慈母泪 也叫感恩泪 九 回光返照 如果一个人身体和心灵 都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 那么 其实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 这种时候 身体的激素水平会急速上升 就为了能够维持衰老的器官 可以再次运作 我们很难说得清楚 这到底是由于什么机制 但是却能够感受得到 本来身体非常虚弱的亲属 却突然变得精神振奋起来 这很有可能 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出现了转机或者恢复 而是为他们的身体确实已经到了尽头了 十 身体萎缩 当回光返照的时间过去之后 那么身体状态就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萎缩 这是应激状态过去之后必须会有的一个低谷 当这个低谷走完时 你的亲人可能就会离你而去 首先会出现呼吸变得困难的情况 因为心脏已经出现了衰竭 所以 宫血和宫痒都会不足 所以呼吸困难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十一 无法吞咽 十二 由于喉咙和声带的神经控制都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当出现呼吸 不畅和胡言乱语时 接下来就会发生无法吞咽的情况 甚至连水也喝不进 只能够靠棉签沾取水分涂在嘴唇上 甚至连输液都输不进体内 三 亲人临终 我们为何会有预感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感受到 或者听说 当一个人去世之前 他的亲人会感觉心惊肉跳 坐卧不安 哪怕我们和患者之间相隔很远 这样的感受 也可能出现 不过在当时 有的人会将此联想到亲人的离世 有些则不知所以 一直到亲人离开的消息传到耳中那一刻 才恍然大悟 后悔未能送别 这个现象 这么解释 是凑巧 还是真正隐藏着 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命奥秘 神 从哪里来 源于精血 源于五脏 源于我们的肉身 中医理论告诉我们 极精全神 素问 八正神明论告诉我们 血气者 人之神 灵书本神 则告诉我们 五脏皆脏神 这些都说明 我们的心神 虽然藏于心 但是却建立在身体物质的基础上 而亲人和我们之间 在躯体上 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中医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源于父母的两经相搏 灵书 天年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以母为基 以父为损 也就是说 父母亲人的肉身 生了我们的躯体 我们维系生命的物质 源于父母亲人的传承 这都是因为我们和亲人的心神 通过肉身 紧密相连 因此 当我们的亲人 因为肉身的疾病 导致心神将灭的时候 我们就很可能接收到这样的信号 就产生了类似心惊肉跳 坐卧不宁 心慌意乱的感受 当你的亲人 逐步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情俯身 将耳朵凑到他嘴边 听听他弥留之际的话 那可能就是他一辈子的心结 别悟了你们最后 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生命是非常珍贵 而又脆弱的 只有见过一次临终前的人 才能理解人对于活着的渴望 那种求生欲 总是令人动容 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 多多关心自己的所爱之人 别到失去时才懊悔不已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吉祥分享的内容 可以点点赞 或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